从香港回湖南给爸爸过生日 过两天是我爸爸七十岁的生日 早上五点钟起床 今天八点多的高铁 从深圳出发回老家 这次我们搬家确实搬得比较着急 就是为了赶回去给爸爸过生日 我老家农村又比较冷 洗澡靠勇气 起床靠毅力 早上我在香港洗了个澡 再回去就可以多定几天 五点四时我老公说送我去车站 太早了外面还很黑 他把箱子提起来拿着走 说拖着太吵了 怕影响别人睡觉 好累啊 今天晚上 孩子没怎么睡着呀 是这个车吗 六点十分 我上了第二班去深圳关口的车 一个小时到关口 天已经亮了 再花十五分钟过关 再花半小时到深圳北 花四十五块钱买了个麦当劳早餐 八点四十四分发车了 我怕睡过头 昨晚几乎一夜都没睡好 做梦梦见我坐的高铁出事了 五个梦都是相反的 一次经过了广州南 韶关 到春州西就进入湖南了 我下车感觉了一下温度 比我想象的热太多了 感觉就只比深圳冷一丢丢 然后再经过衡阳东 长沙南 少山南 楼底南 最后到达我此次的目的地 双峰北 车费四百五十五 平时我都是在楼底南下车的 现在爸爸从长沙转回县城住院 所以我得先去县城的医院 打了个网约车直奔医院 半小时七十五块钱 我们这里是曾国藩的故乡 如果我没猜错 我妈应该会在走廊等我 终于看到了爸爸 他整个人精神多了 帅气的样子又回来了 给自己吃饭 自己上厕所 大家的心情都是愉悦的 不过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五十年前 给生产队买化肥的时光 我其实也挺难的 在香港 奶奶问我结婚没有 回湖南 爸爸问我结婚没有 搞得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结婚了没有 跟他们聊了聊天 带我妈去超市 买些爸爸爱吃的东西 他最近比较喜欢吃甜食 我们买了些水果 罐头 八宝粥之类的 我在县城里面读完高中 就再也没来过了 一晃就二十年过去了 变化真大呀 晚上带我妈在外面下了个小馆子 居然还提供茶叶 可以自己泡茶喝 我们点了三个青椒炒各种 这两个都是十五块 炒牛肉二十块 不怎么好吃 跟我们边吃边聊 不出一个小时 基本上全村的情况 我都知道了 我们沟山 都没有 能看 吃 吃 chat